感谢以下相互机构及友好全力支持 同心同行祝福全球华人 一个历史接近一年 走过全球疫情威胁 全世界史无前例举办的 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 大赛准决赛K总决赛 在2022年终于成功举行 踏入33周年的影音试团 继续秉承媒体宣教的初心 为延续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使命 为持续三年的疫情生活送上祝福 为推动诗歌广传福音的使命 由香港福音盛会以立基金 华福中心香港区委会 影音试团创西电视出版 第一届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大赛 破天荒透过各地华人的歌声 和福音分享 为每位参赛者建立 从此改变人生的歌唱舞台 32个成功晋级的参赛单位 以泪水和汗水走过每一步 即使面对疫情的威胁 都无阻他们今晚以诗歌传扬福音的坚毅心智 参赛单位将会演绎影音试团 33年来触动人心的作品主题曲 为了令他们更了解这些作品 影音试团总干事 袁文辉院士 以及创西电视台长王耀荣先生 更细心分享指导相关作品的拍摄经过 以及创作背景和意义 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 为准决赛争夺晋级做好准备 为了增加参赛单位的演出经验 大会也安排他们在中华圣经文物馆 其中一个介绍影音试团作品的展区 向参观人士即场演绎歌曲和分享讯息 提供练习机会 迅速给他们为自己拉票 增加公众投票的得票率 他们的努力得到参观人士认同和赞赏 增加不少自信心 而升级导师西伯更担任大会的音乐总监 帮每个参赛者录音 他付出精力及时间 务求让参赛者能够演绎出高水准的作品 大会更为他们拍摄MV 其后更将他们这些作品 分别印在锁匙扣 和车仔纪念品上 为他们留下最美的记录 历史上第一届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 大赛准决赛成功诞生 由今晚开始 将会揭开每位参赛者 精彩感动的比赛旅程 和大家见证每个天国福音 第一届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准决赛 现在开始 有请升级导师西伯刘广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两个好像是第一次做诗歌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久 在这里做评判 现在升级了 升级? 升级了什么 要升级了 要升级了 很怀疑自己的能力 做诗歌可能可以 这些吹嘴 说一下做评判 可以 这些直播的说话 很容易说错的 越想越不对劳 要走了 接退 不要走 是 这些计稿的 这么粗重的功夫 让我们两个来 你觉得我们有点熟悉面 对 当然 我们两个是参赛者 我就是Billy李子芬 我是禪泳3533 大家好 大家好 有你们两个做诗歌 应该觉得有点了道 可否说你们有什么召集呢 我做过N届赛制简教会的师姨 很熟悉这个赛制 很厉害 我就是在66强的时候 有个评审说我的声 有点像张学友那样 肯定不是我说 也不是我说 是吗?有人说过 不过听上去也挺好听 不错的 不错的 那还有什么语言呢 我负责录完这次比赛的视频 最长录了四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 你很小的 西伯,我们六个小时 十几十个小时 对吧 我们平平地十几十个小时 真的吗? 刚才那些也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我们对今天的流程 撩如指掌 Gary 看来这两个人也有点了道 很棒 很棒 好,让你们过关 我在这里正中宣布 大会思宜兼升级导师 西伯老师 和刘港元老师 大会思宜 李子芬 神荐心 谢谢 好,我想问一下 考考你们了 那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 就是祝福祈祷 现在有请香港福音圣会 董事会主席 唐荣敏牧师 为我们今天的比赛祝福祈祷 有请唐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期待已久的天下华人 唱出好诗歌大赛 来到准决赛了 我相信大家已经是 身心灵都准备好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由现在开始 我们是被神所掌握 心思意念 都在祂的掌管里面 被祂所领受 被祂所欣赏接纳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祈祷 好吗?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给你 因为这是你的恩典 你的大能 你让我们有口舌 去歌颂你 因为在创造的时间里面 你已经看万物是美好 但如我们所唱出的诗歌 都一样是如此美好 被祂所阅纳 我们将我们弟兄姐妹交托主 我们知道这个虽然是 我们叫祂大赛 但我们其实是 被祂自己的恩典所感动 以着我们彼此去建立 彼此去欣赏 彼此的鼓励 心被恩感去歌颂我们的神 求主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无论是乐手的 献唱的 无论是什么方式 我们将我们的新心灵交托神力的手中 你感动我们 由心里面发出 赞美我们主耶稣的恩典和荣美 将我们整个准决赛的时间 交托神力的手中 我们的评判 我们的献唱的嘉宾 我们的参与参赛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将他们的新心灵交托神力的手中 你使用我们 成为美好的见证 彼此极力 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阿们 好,谢谢 唐荣敏牧师 心心想考考你 以下是什么环节呢 基督老师 你考不了我 当然是我最熟的赛仔介绍 第一届天后华人唱出好诗歌准决赛 以福音主题曲之夜为主题 32个参赛单位 将会先演绎影音市团33年来的作品主题曲 再分享3至5分钟的报导信息 而总得分最高的8个 就会成为幸福百强 将生总决赛 至于评分方法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早前已经完结的公众投票 占总分的10% 专业投票团占总分的15% 以及今天的大会评审团 占总分的75% 而大会评审团将会按照 参赛单位的歌唱技巧 他们的造型、台风 报导、讯息、演绎而评分 另外,感谢由 宏恩基督教学院全力支持 天下华人唱出好诗歌 准确赛即分榜 也很感谢郑郑回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为我们核实所有的分数 他们一两句话说得挺好 簡直是很棒 有了他们就很棒 谢谢 不过介绍评审 这么大件事的东西 都交给我们 也要像精识 也要做一下 要不然怎么可以收钱 好,今次大会评判 先说 全部都是自己的 每个都是我的朋友 还有六位 那么多 我们先介绍一下 第一位 桑西电视台长 王耀荣先生 已立基金总干事 陈欧阳贵勿女士 这位又是我老友 影音视团总干事 其主席 评审 袁文辉院士 著名基督教音乐人 吉宗明牧师 福音流行音乐歌手 及作词人 鄭苏妤雄 师母 还有由思怡昕做评审 著名DJ演艺人 刘善仪小姐 好,业织同事 我们也要感谢 CMM 蒙尼坦学院 为评审化妆 还有不少也要感谢 西伯老师 和刘港元老师 为各位参加者 一对一歌唱指导 音乐人Tony Daniel Jason Boy 和拜荣惠 32首福音主题曲 重新编曲 影音视团 以媒体宣教 33年前 由幻灯片开始 按照时代的需要 陆续推出各种题材 的福音电影 纪录片 报道会 和见证节目等等 今天我们32个参赛单位 会按照作品推出的年份出场 带大家重温 这33年的付出和努力 较早之前 文辉和台长Charles 已经为每位参赛者 讲解了每个作品的 创作背景和意义 加深了他们的了解 我也看过你歌的单 西伯老师 33年你帮影音视团 作过不少歌 早期和后期都很忙 大家都少了作品 不过也33年 真的有首歌 你唱过的 你唱歌来听听 好 要信此生丰盛 要信此生丰盛 信靠救主一生到尽头 要信此生丰盛 那首歌 好听 好听 但始终三十多年 有些歌真的会比较旧 比较旧 所以我们跟电视台聊过 我们这次比赛的歌 全部都做过編曲 希望能够认识一下 对 可以现代化一下 希望大家以武一身 加上我们也教了一些学员 这首歌这么古老 你要想想办法 让它唱出来 可以让现代人 现在的今天 今时今日的我们 听出来 仍然有首像新歌一样 有共鸣 对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那份新鲜感 另外我知道 西伯老师 这次还做了音乐监制 用了很多的心机和时间 和参赛者录音 不单止这样 参赛者比赛过程中 还有工作坊 导师上堂 录音 拍摄MV和纪念品 真的很幸福 很羡慕 很羡慕 所以各位参赛者 真的要坚持大会的使命 用你的音乐 用你的生命 去传福音 而且我们要多谢影音史团 和背后一班支持者 他们为你们所付出的一切 好了 我们真的要多谢他们 对我们之外 说一说一说一说 都不要说那么久了 我们趁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最重要的一句 比赛马上开始 Yeah